台湾媒体饱受批评早已司空见惯 网络上更充斥对媒体不友善的言论 究竟台湾媒体在学生心中是什么样的形象呢 2009年普利兹奖得主Julie Cart 15日在政治大学演讲 分享她追求新闻专业的坚持 她认为如果台湾成立类似普利兹 象征最高荣誉的新闻奖 对于改善媒体形象应该会有帮助 其实台湾媒体界早在七年前 就已经有卓越新闻奖 来鼓励优秀记者 只是奖金和知名度都与被认为是 新闻界奥斯卡的普利兹奖 有一段差距 但是想要有一个台湾的普利兹奖 公信力如何建立 奖金哪里来恐怕都是大栽问 但是有个公信力高的媒体 然后能够让大家都觉得 我们来竞争这个 而且它是非常客观 也是做一个标杆的话 虽然普利兹奖的精神 或许会短暂激励台湾新闻界 以及促成媒体反省 但是不是真就此提升台湾新闻品质 同时洗刷媒体形象 恐怕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中央社记者何仲康 张浩安 姜敏艳 台北报道